大家好,今天分享茶叶蛋的做法 不能说最好吃,但是最起码能秒杀大部分茶叶蛋的配方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20个鸡蛋 先用流水,把鸡蛋壳洗干净 洗干净后,先放入露篮中 再全部放入到煮锅里 然后加入清水 清水多加一点,没过鸡蛋 盖上盖子 煮鸡蛋我们最好用中小火 这样煮出的鸡蛋不会破 中小火水开后,煮10分钟 然后捞出来,放入凉水里 用凉水泡一下,鸡蛋会好去壳 下面拿两个鸡蛋 碰撞出裂纹 俗话说,两蛋象征必有一伤 敲出壳,鸡蛋会好入味 然后准备配料 5颗八角 1块桂皮 4个干辣椒 6片香叶 10粒花椒 重点来了,准备10克红茶叶 煮茶叶蛋想好吃,我们最好用这种红茶 然后加入清水 先把调料淘洗一遍,洗干净 控水后,直接放入煮锅中 加入1200毫升清水 老抽30克 生抽20克 食盐25克 冰糖30克 放入鸡蛋 晃动一下,使鸡蛋都泡入到料水里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再煮5-8分钟左右 然后关火 关火后,把它盛入到碗里 让它泡一泡 最后把料汁倒进来 俗话说,三分卤,七分泡 卤肉都是这样 卤蛋更是这样 好饭不怕碗 泡一夜更入味,更好吃 现在已经泡了一夜了 吃的时候可以放入微波炉里 盯一下 看一下,这样做的茶叶蛋色泽褐黄 茶香味浓 连里面的蛋黄也入味了 而且做法也简单 喜欢吃茶叶蛋的不妨来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